及时锁定股市消息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威尔Sortime 我是Will 今天7月7号礼拜四 那先恭喜大家 今天台股总算来到了一个强势反弹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说 台股抄底强反弹 到底是不是来真的 那我们今天还是会去救济党 主要的一些这个个股 像台积电、联电、长荣、鸿海、大力光 宏达电、元宇宙 来讨论一下今天这个反弹的行情 那还是一样呢 请大家要先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会有资讯栏位 对不对 会有这个LINE跟Telegram的连接 可以直接去做个点选加入 那我们今天一早 在这个LINE跟Telegram里面呢 其实就有预测到预料到说今天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强势反弹 然后我们也有传讯息跟大家讲 那平常在LINE跟Telegram里面呢 其实都常常会传送给大家一些及时有用精简的讯息 那大家不加LINE跟Telegram的话 其实就会错过很多资讯 那就会非常可惜哦 那我们先看一下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持股的部分呢 今天整个盘是来到一个大涨 那我们持股我们最后在中场的时候 我们持股将近有7档都是来到一个涨停 那一天的持股有将近7档7成左右都是来到一个涨停 那其他几档其他几档我们有几档是去做空的 所以7成以上8成以上都是来到一个涨停 那应该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股的一个日子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大家也认同的话 希望可以在下方帮我按个赞 然后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不要忘记加LINE跟Telegram 然后大家今天的持股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透过LINE跟Telegram在进一步私讯我 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那我们看到说像这几档里面 像健达轮飞跟立位我们才持有了几天而已 那获利就有1 20% 甚至健达这个元宇宙概念股 我们说他领长元宇宙概念股 他现在我们的获利已经来到正近30%了 那像宏达电我们今天去重新抢进 这个所谓技巧性的最高的 像今天宏达电光环陈延跟仲奇 今天他们这几档来到一个涨停 然后我们一抢进也是来到 3 4% 4 5%的一个获利 但就是这样子说 盘势在强谈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知道去做停利停损 怎么样去抢到对的个股在好的价位 那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Mega的 那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困难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其实千万不要忘记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的资讯栏 我也会有LINE Telegram的连结 可以去点选加入 然后随时可以视讯我 然后我们都可以进一步来讨论 那我们看一下说 今天的大盘是一个开高了100点以后 然后又拉回到平盘 然后去测试平盘以后 足了一个W底以后 便开始一路上攻再也不回头 那中场是上涨了350点左右 2.5% 然后差不多2600亿的这个成交量 那今天差不多有八九成的这个加速都是上涨 那其实呢今天的这个反弹呢 其实我们在昨天美股收盘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ük出一点这个讯号 因为我们知道说昨天美股呢 它其实是一个拉尾盘 是由黑翻红 其实就可以看到台股今天的一个机会 那台股今天其实 刚提到主委W底 然后上工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看到说早盘 开盘不久以后呢 像是台积电啊 这个联发科都涨到差不多4% 5% 然后像联电还一路涨到 差不多快7%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 也不要说不正常 就是一个奇异的一个现象 那一定是有心人士 幕后的一个神秘的力量 去做一个拉台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都主力狂拉全职股 那导致后来说 我们看到说大力光 这样子高价股呢 它也是来到一个全面性的涨停 后来扩散到一些其他 像是光电类啊 或是像是这个元宇宙的一些 趋势类股 也就是全面的一个喷发 那导致说整个大盘 目前就是一个技术跟筹码 都是呈现一个 准备要蓄势 带它反转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后续就看好说 7月这个波段的反弹呢 有可能会到达千点以上 回到一万五千点 那我们后续可以持续做一观察 大家可以看说 今天联电呢 是涨幅是来到7.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少有的状况 那像联发科台积电跟台达电 今天涨幅都有差不多4-5% 长龙鸿海也都来到3%左右 那今天主要呢 也都是去拉台这些全职股以外呢 主要都focus在过去 这个下跌波段里面 很弱势的一些 像是半导体啊 光电啊 电子等等的 那今天都是一个 拉台这些台湾的科技业的 这个主要类股 那主要就是一个凝聚 去提振一个市场的信心 很明显是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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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那我们看到的今天反而就是 过去一两个月就是 比较强势的一些中小型股 像生计啊 解锋族群啊 或工业电脑啊 航太等等 今天反而就是没有那么有利 那因为当然主要 今天主要的资金 都还是留到刚刚讲的那些 全职类股跟那些热门股里面 那相对比较有被被拉抬到的话 当然就是元宇宙 我们看到今天尾盘受元宇宙 全部又是一大堆又来到一个涨停 还有像是光通讯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今天大盘的这个日线图的话呢 今天这个K线还算是健康 有占回五润均线 那也收复了昨天的这个黑K 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后续上面还是沉沉的反压 那我们做强这个波段反弹的时候 还是要持续去做好一个停力停损 还有持股的一个 选股的一个配置 那我们看台积电2330 他今天呢他是一个强坛 一个气势的强坛 大涨5% 这也是台积电非常少有的一个 当日的一个商工 他一举去收复了 这个五日线跟我们说前波大量的低点 的这个452的一个短线的上方压力 所以后续持续上工的可能就会是有的 那我们现在呢这个452 原本是压力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支撑 他在短线几天没有跌破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希望说他可以持续去上工 500到505这个价位 那后续可以持续去做一个观察 那像连电2303呢 他的这个价位 我们就会设在39.9到40块左右 他也是一个前波大量的一个高点 那今天呢 他一度有突破 但是他因为他今天涨幅已经来到太高 涨到7%多 那甚至一度还到了将近8% 那后来缩回这个 这个这个压力之下其实也是正常 那我们明天就必须要持续去观察 联电的一个表现 那鸿海的话2317 他的这个压力呢 我们就设在这个102 也是一个前波大量的高点 他今天也是一举大涨3% 然后去收复了这个压力 那长龙2603呢 则是相对比较弱势 因为我们看到说 昨天新闻传出就是说 目前说产业里面 就是实际消息面上是特别弱的 就是像是这个航运类啊 这个运价持续下跌 或者是像是面板类的这个价格是持续下跌 那所以导致今天说这个长龙呢 他尽力的去跟着大盘反弹 但是还是收在我们原本设定的这个压力之下 在大概八九块之下 那明天也可以持续去做一个关注 就是大盘是否后续会持续 上强弹上涨的一个一些一些 一些关键的主要指标可以去观察 那呢今天提到说像是大力光3008 大力光就是前面已经从六七千块跌到 这个已经跌到只剩两则 跌到只剩一千一千一千五 甚至更低 跌到一千二 然后前面一阵子走洋以后 今天是来到一个也是非常非常罕见 稀有的一个大盆发来到一个涨停 那大家可以去看大力光这一张股票要 一千八百八九百块 那一张股票一两百万 那一千多张他这个要多少钱 所以基本上呢其实去拉台这样的股票 都绝对不是一般的散户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说 今天呢从一开始去拉台 这个主要像台积电连电连发科鸿海 这些全职股以后呢再去拉这个大力光 然后最后呢再去拉像宏达电啊 威胜啊等等的这些主流 最近主流的这些趋势的这个强势类股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这一层一层扩散开来的这个现象 其实不是散户正常的一个市场散户的一个心态 心理说可以去堆积出来的 那一定就是幕后的这个神秘的力量 那他我们今天甚至一度想说有没有可能 是国安基金开始已经进场护盘 但是目前还没有听到消息 那我们后续就可以持续去做一个了解 但是呢总而言之间的这个推升的力道 就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他就是一个势在必得 一个势在必得 那接下来几天呢 我们就非常的就是可以去期待 他接下来的一个波段 那不过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像我们拿就是建达或者是宏达电 前面几天的这个大涨大跌来参考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的这个惊心动魄的 那大家还是要去做好自己的停力停顺 那今天元宇宙概念股呢 在尾盘的时候也是全面性的一个上涨 那像是我们今天最近的这个宏达电购 我们原本持有这个力位啊 跟跟这个建达 今天都是涨到大涨到八九趴 那我们反而我们没有去持有 威胜他今天相对比较弱势的只有四五趴 那这个就是更多的一些细节 有关于筹码跟技术面可以去聊说 我们为什么持有哪些特定个股 为什么没有持有哪些特定个股的部分 那还是一样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能讲就比较有限 那还是请千万不要忘记 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的资讯栏位 或有LINE跟Telegram的链接 可以直接做一个点选加入 那随时有任何的问题呢 或者是任何的想法呢 都可以私讯我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聊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